第1325集 粤城是一个十分发达的城市 因为它搭上了改革的第一趟列车 因为超前的经济 所以让这里的用功需求量十分的巨大 因此这个地方也汇聚了五湖四海的人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在粤城也不全是辛辛苦苦 用自己的双手吃饭的 人多了就会乱 而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些乱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三教九流的人都会有 他们平时引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中 靠着一些偏门的技术吃饭 粤城也存在一些老城区 因为这些城区地方偏有 再加上这些年来因为拆迁的问题 导致旧城改造越来越困难 所以有些个别的旧城 不再列入旧城改造的范围 但是这些旧城区 却是一些三教九流的人 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这里才是他们的天堂 因为他们平时在外面 过得一直是小心翼翼的生活 也只有在这里 他们面对着同行们 才会敞开自己的心 其实这些捞偏门的人 他们大多数的日子都并不好过 虽然有些运气好的 可以日进斗金 但是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 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有一个专门靠双手吃饭的前辈 落网了之后 他感叹到终于不用提心吊胆了 因为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虽然他的专业知识很强 靠着一双翘手 能在人群中摸得是盆满钵满 但是他的心理还是不够强大 他曾经说过 只要他一听到警笛 他就有种转身变逃的冲动 有些东西是永远都上不了台面的 在旧城中 一处比较大的宅子里 三毛站在院子里面色色发抖着 他脸色苍白 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而且他的手心满是汗 这个宅子有点类似于京城的老四合院 但是也有着月底建筑独有的风格 虽然有些老旧 但是院路极大 而且错落有致的建筑 让这里显得是古香古色 在三毛的正前方 有一间正厅 正厅的门紧闭着 里面静悄悄的 也没有一点声音 院子里安静的可怕 但越是安静 三毛就越感觉到自己的心里在打鼓 因为他知道他在面对着什么 这个大厅里的那个从未谋过面的人 是传奇 对于那个人 他是又敬又畏的 柳三儿 你跟鼠爷这么久了 我想鼠爷的规矩 你也知道吧 一个精壮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盯着三毛道 武叔 我当然知道鼠爷的规矩 三毛咬了咬牙道 可是我今天 必须要见到鼠爷 鼠爷近些年来 想来是什么人都不见的 你今天非要见他 到底是什么事情 精壮的男人叫周 是鼠爷手下的头号大将 因为我欠别人的一个赌约 柳三儿咬咬牙道 柳三儿啊 你三毛这个外号 可是鼠爷给的 鼠爷向来看重你 你有什么事情 全部说出来 不要吞吞吐吐的了 周五淡淡地说 一个女人 柳三儿低下头道 论实力 我们一群人也打不过他 论业内的手法 他一个人能低我十个 我跟他比 输了 他的条件是什么 周五的眼睛里 迸发出了一丝异样的神色 他知道刘三儿的水平 之前鼠爷在没有 隐退的时候 亲自带过他 这家伙的天赋过人 尤其是这近几年来的磨炼 让他在这附近的圈子里 是无人能及 可是他居然输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那这个女人 一定不简单 你输了 周五斜着眼睛 看着刘三道 但我感觉输 不是你的风格呀 你的实力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是输了 对方的实力很强 我比不上他 我愧对五业 刘三叹了一口气 输了之后呢 对方提出了什么样的条件 他什么条件也没有提 唯一的条件 就是 要见鼠爷一面 刘三的声音 递得只有他自己 才能听得到 刘四啊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周五的神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你居然敢拿着鼠爷去做赌注 你行啊 你翅膀硬了 连鼠爷 你都不放在眼里了 嗯 扑通一声 刘四跪倒在地上 他有些惶恐地说 我说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那个女人 开出来的条件太优人了 只要我们赢了她 她的全部身家 就都是我们的 她的全部身家 加起来有多少呢 周五冷笑了一声 一个亿 刘四抬起头道 是 美金 一个亿 美金 周五 完威地看着刘三道 啊 为了区区一个亿的美金 你就能把十分看中你的鼠爷给卖了 不不不 我真没有这个意思 但那个女人 只有这个条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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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些自大了 才会答应了她的要求 如果我早知道她实力这么强 我是怎么也不敢拿鼠爷开玩笑的 刘四 瑟瑟发抖 哎呀 刘四啊 刘四 你让我怎么说你的 周五 叹了一口气道 你这是犯了我们这一行的大忌呀 哎 鼠爷虽然没有正式地收你为徒 但是毕竟他是亲自地教过你 也算是你的半个师父了 你倒好 一眨眼就把你的师父给卖了 你知道其实灭族将会要面对什么样的后果吗 周五恨铁不成钢地说 我知道 我说 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 但是还请鼠爷 见见那个女人 因为一来我刘三说话向来算话 二来 那个女人真的很厉害 如果我没有达到她的要求 她 她恐怕会让我们整个道门都不安宁的呀 你还说话算话 你先弄清楚你的地位吧 周五历声道 本来你这种歧视灭族的做法 是要绞刑的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杀人犯法 所以就饶你一命 而且念在鼠爷看中你的份上 所以就断你三指 逐出道门 鼠爷 刘三跪倒在了地上 猛地对着前方的正厅磕了三个响头 他大叫道 我死不足惜啊 但是到门中人向来说一不二 哪怕是我死 也请鼠爷见对方一面 你还敢叫 周五大怒 他要叫人出来把这混蛋给拖出去弄死了 算了 正厅的门口有一个帘子 帘子后面传出来一个有些慵懒的声音 这个声音显得有些苍老 就好像是一个刚刚睡醒的老人一般 啊 鼠爷 周五持了一惊 鼠爷自从几年前受过一次伤之后 身体就大不如其了 而且他现在喜欢清净 一般来说道门中事 都是由自己处理的 而且他已经很久不说话了 上一次说话是在几个月前 但是今天为了刘四 他居然又开口说话了 刘四啊 我看中你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天赋不错 但是现在看来 你天赋是不错 但是没有一点做人的觉悟 本来今天该断你三指 一时惩戒 但是刚才五叔说过 你我之间也算是有些师徒情分的 所以今天就不予追究了 你走吧 以后你与我道门再没有一点关系 苍老的声音打了个哈欠 似乎刚才说的这几句话 让他感觉到十分的疲惫 书爷 我宁愿你把我杀了 但是求你 不要让我离开道门 因为我在这里待了十多年了 我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 刘四大惊 他跪倒在地上猛的磕头 是的 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 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日子 如果离开了这里 按照规矩 他将不能用自己在这里 学的手法去吃饭 而且他也舍不得离开这里 多说无意 你我之间缘分断了 书爷淡淡地说 忘了你在道门这里的一切吧 以后自己讨生活 人嘛 总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你学学其他的本领 就不要再做这一行了 书爷 我求你 你不要赶我走 你杀我 你断我指都行 但是我求你不要赶我走 刘四儿跪在地上 向前一边爬行 一边叫他 书爷累了 他去休息了 滚吧 周五对着刘四儿踹了一脚 刘四儿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这一脚踹得挺重的 他扶在地上 一时之间爬不起来了 但他还是满脸不甘的神色 原来这就是你们道门的规矩啊 随着一声冷笑传过来 紧接着一名身穿白裙的女孩 走到了院子中 是你 刘四儿看清了女子的长相 她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林玉宇 道门是自从民国末年开始 便开始渐渐地没落起来 华夏新秩序的成立 几乎让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道门 没有了藏身之地 虽然在道门没落的现在 虽然他们的总部 只是一个小小的死和院 但是毕竟道门祖上传下来的东西 那也不是盖的 所以尽管这个地方 只有一间小小的死和院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来的 可是林玉 现在进入这个地方 犹如无人之境啊 而且守在门口的暗哨 以及属爷身边的那几号大将 居然没有察觉 这就让人感觉到 有些匪夷所思了 林玉的身后 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人 这些人几乎全部是晕倒在地上的 他们甚至连林玉的人影都没有看见 而且那守在四周的寄出暗哨 也被林玉以雷霆的手段给制服了 他们甚至没有发出一点警报 这个女人就好像是进入了 一个无人之境一般 要知道属爷的身边 一个个都是高手 虽然说比不上内江湖中的鼓舞者 但好歹 他们也算是 在这江湖中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尤其是他们的耳朵机敏 不管是谁 只要是走过来 他们都会提前察觉的 他们平时就像是鼠爷的耳朵眼睛一样 但是今天 这些耳朵眼睛 无一例外地 全部地失聪了 你是谁 周五迅速地抽出了一把 银亮的手枪 他对准林玉 你最好站在那里不要动 如果你敢再向前一步 我就要了你的命 大叔 你确定你有我快 林玉根根一笑 看得出来 你的身手是不错 他那是年轻时候的身手 不是现在的身手 你老了 比不过我的 双手举起来 抱头 不然的话 我真的会开枪了 周五淡淡地说 他跟在鼠爷的身边几十年了 这些年 他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 什么危险也都遇见过 眼前的这个小丫头 虽然看起来不一般 但是周五 并没有把他放到眼里 毕竟 他再厉害 终究不过是一个小丫头罢了 我保证 在你开枪之前 我会把你放倒的 林玉笑道 那就来试试吧 我不保证这一枪 会不会爆了你的头 周五 微微地一笑 林玉盯着周五 他的瞳孔突然一闪 黑色的瞳孔 占据了他大部分的眼球 在这一瞬间 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 黑白毫无色彩的世界 周五突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危机 向自己冲了过来 他心中一灵 迅速地按下了手中的扳机 在开枪第一枪的同时 他迅速地后撤 手指连扣扳机 砰砰砰的树枪向着林玉玉打了过去 一切动作 在林玉玉的眼里 就好像是放慢了无数倍的电影一样 他迅速地向前移动着 同时身形做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动作 数颗子弹擦着他的身形过去 击在他身后的地上 墙上 一个弹夹很快用完了 周五迅速地一个后撤 与对方拉开了距离 然后右手一甩 一个弹夹飞起 他用极快的速度 再次地装填好了弹夹 再次地举起了手枪 但是这一次 他的右手一麻 手中的枪掉落在地上 人影一闪 只见林玉玉已经站在他的跟前 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匕首 他手中的匕首指着周五的脖子 虽然匕首距离自己的脖子还有一段距离 但周五明显地感觉到对方的匕首上 有一股丝丝的良意 他相信 只要这个女人的手微微地移动 自己绝对难逃一劫 你的速度挺快的 周五古怪地笑了笑 没想到啊 真的没想到啊 毕生之年还能遇到你这么一个对手 其实对天生有阴阳眼的林玉玉来说 他的那点速度 真的不算什么速度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 对方的速度是放慢了无数倍的慢动作 他有很多机会 能找出来这些人的破绽 林玉玉退了几步 然后把手中的匕首翻转了过来 他把匕首递到了周五的手里 淡淡地说 这个匕首拿给你们鼠爷看 他会明白一切的 周五有些将信将疑 他不知道这把匕首上有什么问题 他也不敢去看林玉玉手里的匕首 一时间两人就这样僵在了当场 把他的匕首拿过来吧 给我看看 房间里传出了鼠爷的声音 他的声音明显的有些激动 好像林玉玉手中的匕首 对他有着什么吸引力一样 是 鼠爷 周五点点头 他接过了林玉玉手中的匕首 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来什么所以然来 这把匕首除了有些锋利一点 而且上面泛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寒气之外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他带着一丝疑惑 拿着这把匕首向大厅里走去 大厅的帘子后面 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男人 神色激动地 看着走进来的周五 他正是鼠爷 他的下半身瘫痪 而且双耳失聪 他刚才说话呢 完全是靠着他的助听器完成的 而且他的一只眼睛失明 整个人跟一个残疾人 其实是差不多的 他伸出了一只手 接过了对方手中的那把匕首 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着 这 这是 鼠爷的手 试过了匕首的封面 他的手微微地在发抖 仿佛这把匕首 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 这把匕首叫做水滴 是用千年寒石混合云铁而制成的 我想你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吧 林玉玉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鼠爷激动了起来 他双眼通红 他向周五一挥手道 推我出去 我见见那姑娘 是 是 是 鼠爷 周五推着鼠爷走了出去 许久没有出门 刚刚见到太阳的时候 鼠爷明显地有些不适应 他用一只完好的手挡住了那一只 还算稍微有些视力的眼睛 良久 他缓缓地放下了手 睁开了眼睛